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旺盡雨 今天是2023年3月24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齊了解一下TVB今早突然傳出裁員的消息 而且裁員的比率也比較高 另外亦有消息提及內部情況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一箱也提及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礦淨雨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TVB要炒人 預告遣散5%的員工 希望能節省2億多的營運支出 報道的內文看到電視廣播預告將會透過裁減5%的員工 和調整節目製作預算等措施 目標是每年可以削減2億6千萬元營運開支 行政主席許圖在今天3月24日早上向員工發出通告 將會引入優化成本和資源管理方案 目標是節省2億6千萬元年度營運現金支出 公司人力架構將作調整 部分職位將會被終止 而且不予重置 同時將會嚴格控制間接成本 例如租金 外判工作等開支 整體來說 在人力資源之上約有5%的員工將會涉及遣散 受影響的員工會根據香港僱傭條例獲得合理的補償 翻查業績報告 截至去年6月底 TVB集團共有8907位全職僱員 包括合約的藝員和海外附屬公司的職員 這個數字不包括董事和自由工作人員 以此推算 有近200位員工受到影響 另外公司規範成本管理 大幅調整節目製作預算 以提高成本效益為目標 更有效地利用公司內部資源 轉型舊有的節目製作模式 未能達到預期收市和經濟收益的節目 將會備中指甲 同時將會降低對外判工作的依賴 通過自身的創作能力和自有的資源網 利用合理成本完成同等質量的工作 公司說無可否認疫情和抗疫措施對經濟和市場帶來巨大的衝擊 令香港的經濟前景仍然存在諸多挑戰 而電視業亦正面臨新時代洗禮 對於公司來說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但作為有責任的管理層 必要堅守職責 在充滿挑戰的風險管理之上 正確地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 以確保公司正常營運 另邊商根據網媒東方新地的報道 不知道是否被余詠生說中了 余詠生曾經說過應該要減5%的員工 報導內文就提到余詠生當日再次回歸無線 接掌中藝科總監過後 曾經連發裁員 接受東方新地專訪的時間 他直言 一間公司最理想的狀態 是每年減5%的人 然後請回5%的新人 在他的心目中不是裁員而是更新 他們在一間電視台 不是一份政府工 不是一班人很開心然後做到退休 你是一間老了的公司 最終就一起退休 整間公司沒有了 對上一次大規模的裁員是2018年 TPB先後解散體育組和裁減配音組的人手 同時亦不斷有藝人相繼離巢 可謂一郎接一郎 當時網上直播平台BigBig Channel是虧大本 間接令到2018年香港小姐競選選舉上有所調整 2018年中無線先後解散體育組和裁減配音組的人員 其後再有內部消息指公司已經決定 拍攝員劉家豪監製 時帝王鴻信 事後唐詩詠主演的解決師過後 會正式結束16廠的運作 同時裁減20至30位16廠相關員工 以上分別來自HK01和東方新地的最新報道 TVB要解僱人 是今早突然之間的消息 據報受影響的TVB員工也有多少 另外亦說近年東方新地說TVB不斷縮減 縮水 包括港者的外景和節目成本上的控制 這次主席的封信已說明一些節目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將會斷的 是甚麼節目呢 另外要裁員5%也挺大 受影響的人數 會有甚麼人被人解僱呢 會否牽涉危人等等 這些都要有待進一步的資料 不過據報收到這些信的話 TVB可能都人心茫茫 究竟是解僱誰的部門 甚麼人員 還有現在都真是新時代 因為現在有YouTube 甚至老人家都好 非常聰明 資訊比我們的年輕人更快 有YouTube 有手機 基本上可能很久都沒有開過電視 加上只是以節目和劇集質素來說 TVB現在的作品和我們十多二十年前我們小時候看的TVB劇 又真的非常不同 突然間TVB傳出裁員5%消息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討論 另外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東鐵線沙田站有個男子跳軌 卷進車底身亡 列車服務一度受阻 報道的內文提到 今日3月24日早上7時19分 港鐵東鐵線沙田站有人墮鬼 消防員接報到場 用了近一小時將墮鬼的男子救出 不過送院過後證實不治 期間東鐵線列車服務一度受影響 現場是沙田站3號月台往金鐘方向 一名男子留下了個人物品 在月台過後墮鬼 當時有列車賣站 將它撞到並捲入車底 消防員到場拯救到早上8時10分左右將它救出 事主的臉和鼻有血 甚至迷糊 送院過後證實不止 警方調查過後指死者姓陳亞42歲 據悉因為工作問題不開心案件列作自殺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近年自殺案件仿佛越來越多 今次42歲的男子 據報因為工作問題不開心而要自殺 另外亦講講治安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報道 葵聰兩名男子被伏擊 撥車撞停汽車 地上留下毒品 警方拘捕了4個人 報道內文提到葵聰發生刑事毀壞及藏毒案 在今日3月24日凌晨2時52分 一架白色私家車駛至葵聰健康街 10至23日全機工業大廈對開停下 車上兩名男子前往樓上私鬥消遣 突然間約望五名大漢撲出 首持硬物將車窗搏爛 兩名男子見到情況大驚 截犯 開車逃命 使出健康街街口之事 同一架福士私家車撞 白色私家車失控 撞爛路邊鐵欄停下 白色私家車兩名男子汽車逃跑 其後福士私家車上兩男並沒有受傷 遇事報警 其後一名女子手持兩包尿片 到場了解事件 他向警員報稱並非乘客 沒多久白色私家車男司機接返 解釋自己因為過度警方而逃走 不過警方在兩架車旁邊地上檢獲五小包懷疑K仔毒品 相信有人畏罪從車上扔下來 相信事故並非福士調頭意外撞到白色私家車 而是有人蓄意撞停白色私家車 更有理由相信那名女子事發的時間在車內 警方將涉事兩車上合共三男一女拘捕 案件列作交通意外 有政府財物損毀 刑事毀壞和藏獨 據悉事件可能涉及黑幫尋守 白色私家車兩名男子前往消遣遭人伏擊 至於車上的毒品是哪部汽車 仍然有待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整件事複雜到暈 究竟誰打誰 以及那部汽車是刻意被人撞 還是撞人 還是不知情 仍然有待調查 不過近期治安情況不斷惡化 各位網友出夜街的時間 真的要多加小心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